电视剧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正在热播 该剧由人家轮行飞领衔主演 讲述了顾川遭遇车祸后装上机械心脏 十几年后于江小宁意外重逢并苦生爱恋的故事 话说机械心脏虽然让顾川重获新生 却也让他失去了普通人般的生活 顾川不能有过多喜怒哀乐 否则心脏就会失控崩坏 所以过往的十年中顾川一直在压抑情绪 直到江小宁的出现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 随着两人在工作交流中感情升温 江小宁得知顾川就是当年在车祸中拯救他的大哥哥 于是没多久两人正式告白展开恋情 然而故事很快迎来了转折点 顾川始终不敢与江小宁过多亲近 可这天江小宁却一个没忍住 直接吻向顾川的双唇 二人的出吻并非那般甜蜜 顾川的心脏受不了这种刺激 当场失调并陷入崩坏 顾川瞬间昏倒在地 江小宁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到绝望 爱 难道两人刚甜不久的爱情就要陷入虐恋了吗